好来看到呢在南亚这个嘉一二场大火之后 到了凌晨才熄灭 那么消防人员还有搜救人员进到厂区 里头的余温还是非常的高 中天新闻独家的镜头也要带您进入到里头 这里面呢火场附近还有四个油槽哦 那么台速没有告诉搜救人员 看到了这四个油槽的时候 这些消防人员简直吓坏了 万一要是爆炸的话大家就全完了 不过呢台速禁止火场照片公开 还跟火掉的客人员呢发生的争吵 只因为呢在报纸刊登的起火的原因 疑似呢是过热的这个热煤油外泄所惹的火 凌晨三点火是终于获得控制 怪手进驻挖开门烧机具处理残火 救灾人员也试图深入起火厂房 但一进到烧成废墟的厂房内 吓得差点心脏跳了出来 火厂的正前方啊 有发现四颗大颗的油槽啊 厂房都没讲啊 这些油槽都不复杂啦 咖啡是可能就会了啦 救灾人员研判火灾当时温度高达2000度 内部加上周遭油槽要是爆炸起火 整个嘉义县势恐怕都会遭受波及 火是烧得多猛 看看这生产线全程的废铁 原料成品和半成品也全部烧光 设备器材更是整个全毁 机具跟原料成品半成品可以以木炭来形容啊 像木炭一样啊 一坨一坨的啦 到底为什么起火厂房态度低调 只在媒体刊登盗窃启示中提到 疑似因为热煤油外泄 燃烧的珠光纸是以聚丙烯为主的原料 亦燃 因此火势迅速蔓延 但一边公开道歉 另一边又禁止火吊客公开见识照片 有事情 你已经讲这些我就没法扫了 我没来啦 我其实不一样啦 反正见识车在我这边做的 看兵器我下来嘛 你都要我做的啦 看你怎么办呢 台塑人员不准火厂照片外流 气得火吊客人员怒畅 台塑低调的态度反倒引发外界质疑 中天新闻季节红包经营高雄报道